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h man feel bad pitch is not good are you currently just in taiwan we like to expand to you know overseas it's going viral on the internet bringing you know the global thinking the global marketing is important we can trying to make a world more sustainable seems like you're making some good progress is there o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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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really go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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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too ye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台灣的12個最優勢 這是一個比賽 對大家來說都是第一次嘗試 我覺得目標是蠻重要的 很興奮 一點也不緊張 很開心 很榮幸 就是把自己做好 把我們的公司產品表現得最好 以前Pitch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但因為有時間限制 所以你的 你的陰陽頓挫 你的字數 都要控制得非常得意 我個人是覺得 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盡可能的從他們的提問裡面去找到 這個很短的時間內 怎麼去讓所有人都了解 這樣的商業模式 所以在創業就是 可能每一種不同的這種情況 你可能都有比較可以 靈活應對的一個方式 我們其實在 在準備的過程中 我們想了很多的笑點 包含我們要去demo我們東西 要想一些梗 很有趣的經驗 對對對 覺得非常 非常好玩 對對對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會發生 你知道有幾個危險 I can only focus on what I can control 無論這個項目成功 與否 對我來說 都是不可取代的一個重要經驗 我們更赤裸地知道自己的感受 好 大家好 我是聶雲 歡迎來到 Project Hatcher 的最後一個階段 The Final Pitch 在Project Hatcher 最終舞台 Final Pitch 參賽者要在Hatcher 大舞台上 向評審介紹自己的創業項目 最終舞台的評審為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 AppWorks 董事長 暨合夥人 林芝成 Google Taiwan 總經理 Tina Startup Island Taiwan Next Week 代表 陳明明 依照評審評分 第一屆 Project Hatcher 的最終前三名 將可依序獲得 五百萬 三百萬 兩百萬 兩百萬的創業獎金 好 接下來 馬上進行今天最重要的環節 也就是 Final Pitch 在這個環節裡面 所有的團隊 將會有五分鐘的時間 做自己的Presentation 在四分鐘過去之後 就會有一個警示鱗的聲音響起 五分鐘的Presentation 結束之後 評審委員也會有 五分鐘的QA問答時間 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評審委員 隨時都可以決定 按下自己前面神聖的 那一個按鈕燈 今天的最高分前三名的隊伍 即將可以獲得 總獎金一千塊 對我來講 其實主要就是想看 台灣有哪些 平常可能沒有碰到的創業者 然後他們在創業路上 有什麼樣的困難 因為我自己過去是創業者 所以我對於幫助創業者 非常有熱情 然後也很喜歡認識 各種不同的創業者 現在已經很難做到一個題目是 你做的東西是 別人完全沒有做過的 那當你今天做 為什麼你會贏別人 那你能不能把這個點 說得很清楚 那另外一個是因為 投資人他在看的時候 還是希望有一個 持續性 有機會是一定要是 超過台灣以上的可能性 這個商業模式是不是 相對比較solid 是可以國際化的 那你現在目前的traction 大概是做到怎麼樣 那當然也感受一下 你這個創辦人的 對你自己題目的一個熱情 新創的公司 通常都一個idea就開始發想 那再來如果你的經驗比較年輕的話 他會認為你導入市場的這個成功率會比較低 雖然說我們年齡的確是比較大 但是我們這個產品的能力算是還未開發 像我們的議題就是 用AI大數據協助智慧製造 減少世界所關鍵的碳排的議題 我覺得我們團隊的實力優勢 還有這個穩健 我們反倒有一些優勢出現 接著讓我們歡迎 育豐智能大數據科技 來 歡迎他們 四位評審好 讓我們現在來到這個製造業的場景 那製造業我們都很關切的議題 其實就是成本 就是如何在高成本下 創造更好的利潤 我們來看一下去年製造業的總成本產值有多少 根據專業雜誌的報導高達35兆 我們看一下它的標題 製造業營收成長 但是獲利卻降低 倘若我們可以改善1%的價值 它就有350億的價值 當工程師發現良率下降時 他必須要面臨這些困難 第一個 產品的檢視 第二個 到處收集資料 發現格式不一樣 要再去整合資料 整合資料完之後 還要分類問題 接著開始要用它的經驗來判斷 然後這就進入到試錯的往返 試錯往返就是 我猜錯了 再來一次 好 解決問題 我們的解決是 一步到位的分析 來取代到傳統的九步驟 一步到位 是整合了人工智能 大數據 還有自動化的IT技術 我們實質在世界的一個大型企業 已經成功解決它良率的問題 數據處理的問題 還有客數問題 高達9倍到96倍的差異 1%的總成本改善 高達10億的價值 最後這個碳排ESG的議題 就是IBT Saloon 可以實質解決90% 那個碳排來自製造業的問題 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讓世界更美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非常好的討論 接下來我們要把時間 留給我們的評委做他們的QA 我對你那種就是 Vertical Domainology 非常非常impressive 但是實際上在做 Operation的時候 我比較好奇的就是 因為你們Solution很棒 Total Solution 可是進去到現場的時候 就有很多很多的issue在那邊 所以怎麼幫客戶端的那些infra 建起來 所以我不知道 這一塊你會怎麼去協助客戶 這個部分 然後ROI的量化你會怎麼做 因為這東西最重要 因為知道製造業都是龍山道士 所以蠻重視這個東西的 所以想了解這一塊 謝謝 好 謝謝執行長 我們有一條龍的服務 包含Total Solution 軟體 硬體 系統 全部都整來在一起 用訂閱式的模式 所以我們從數據的傳喚轉送 到大數據雲 到十二套分析應用系統 這是一條龍的Train Key的Solution 所以在對接製造廠所有 有四大類的數據 第一個是設備訊號 第二個是生產流程 第三個是產品品質良率相關數 第四個是最難掌握的部分 就屬於環境或事件類的 比如說process change 或者是一個物料的轉換 這一類的很難控制 這一類的 我們會幫它協助做數據健康檢查 做格式的對應之後 就可以實時的24小時 在生產線的所有的人際料盤的數據 就實時進入到這樣子的一個大數據平台 所以導入這個大數據平台 進入到智慧決策 我們的優勢在三個月都可以協助企業 進入到智慧決策4.0 比如說這家公司它是10億 那我們訂閱式的價值 Total Solution軟硬體系統 訂閱是600萬一年 600萬一年以ROI來算的話 大概是1萬多倍%的ROI 但不同產業會不同 經營級的產品比較高 化學產業、PC產業不同產業 但是這些的改善 都不是5倍、10倍的一些改善 也不是5%、10% 所以我們實質將這個毛三道四 希望協助台灣整體的製造業 這個所謂的盡力 我們的營業盡力 然後能夠實質的提升 我想要再往深一點去看 其實你講比較多是處理跟利用 因為你有平台 可是前面蒐集那一塊沒有infra 因為沒有那一塊 你後面處理利用都沒有 這東西你怎麼幫忙解決 好的 謝謝 你們的最重要 不用講很細節 但是讓我感覺一下 好的 數據來源也很多 從設備到產品到環境數據 很多格式不一 所以收取訊號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從感測器或者紙抄本 所以現在的科技可以將這些的數據 用視覺的一些AI的手法 可以轉成數據 還有不同的格式 我們透過這數據的處理流程 都可以將這些格式數據化 將它導入到大數據平台的時候 它們已經產生關聯性了 所以現階段過去5年是大數據的元年 各方都在大數據的蒐集上面 未來15年到20年 會是這個數據價值應用很重要的地方 謝謝 好 時間關係我們QA就進行到這裡 謝謝你們非常精彩的分析 謝謝 謝謝民生 謝謝大家 今天整個報告的內容 得到這個鴻海執行長的認同 我覺得非常開心 所以他覺得這個solution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還更深入的切入這個數據處理的流程 還有我們所創造的這個ROI有多少 所以這過程其實我覺得蠻順利的蠻好的 這就是一個深度的對談 另外就是說 有另外一個評審 Cue一下我們的團隊 因為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其實坦白講很難問什麼問題 我比較好奇你後面有佔了三太子 但你的簡報裡面都只介紹你自己而已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的partner 好的 所以以後回去就可以叫我看三位是研發 三太子 對對對 紅了你們紅了 我一開始是電子工程師 然後也在我們這個台積電上班 我主要的focus是在醫療器械 還有健康行業的一些創新 我跟Toby是MBA的同學 也是因為跟疫情有關吧 所以那時候回台灣 我們就看到那時候其實檢測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就從那時候就開始籌備做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我們這個課題非常有意義 應該說是世界級的技術 但是用台灣的cost 所以我覺得這個本身就是 會在世界上會比較有競爭力 兩億次 每年在美國就有這麼多個物診次數 這凸顯著快速和準確的檢測的重要性 coherence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個 我們舉個例子 一位患者來到急診室 呈現了幾個常見的症狀 咳嗽 發燒 呼吸短缺 這組症狀其實有幾百種可能的診断 而就算醫生他能確認某一個診断 比如肺炎 連這個疾病就有幾百種可能的致病人 而且每個致病人有他不一樣的治療方式 如果我們沒有提早做檢測的話 那治療很有可能就變成一種反覆試錯的一個過程 coherence一次就可以把這些致病人全部一次測完 檢測是這樣子的 患者的樣本先放到刺激盒裡面 再放到設備裡 儀器就會自動輸出結果 這整個過程一小時之內就可以完成 在大的實驗室裡面 這些步驟其實可以用大型的設備 或者機器手臂的方式來做自動化 但是這些機器它價格通常都超過幾百萬美元 而且占掉非常大的空間 在小型的實驗室這根本就不可行 所以實驗室就經常就是需要通過人工的方式來處理 這意味著像我們這樣子的sample to result的儀器 就有非常大的市場機會 那我們跟其他的sample to result機器有什麼區別呢 第一我們比競爭對手少25%到75% 在更小的空間可以安裝更多的機台 這樣提高testing的capacity 第二我們和競爭對手比可以檢測 差不多三倍多的檢測目標 然後相對的維持低成本 最後我們有獨特的萃取的技術 可以讓實驗室完全排除掉人工處理的部分 省下寶貴的時間 我們去年完成了我們第一版本的prototype 也進行了3000多個樣本的這個驗證 今年我們預期完成我們第二版本的升級prototype 然後會進行下一個開發階段的準備 還有融資的準備 我們認為快速和精準的診斷 是做正確治療的最重要的基礎 而我們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來一起實現這個目標 謝謝 五分鐘計時開始 好謝謝你們的presentation 非常清楚 我們在做產品的時候常常會知道說 能夠有更多功能 然後又這個更 體積更小 然後成本又更便宜 其實這個經常是互斥的 你們作為一個startup 到底有什麼secret sauce 可以讓你們的產品 能夠這樣獨特又多又好 然後又便宜的這個特性 那我們認為我們其實是 是通過剪法來做整法 OK, sorry,我的中文不好 我可以講英文嗎? 好, so we actually try to position the product so that it meets the market needs without going to too much overkill this allows us to make the product much smaller and also allows us to complete the full automation proces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cost too much but in your presentation you said that you're gonna increase targets by 3x Yeah so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just said OK, so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roducts in the market one is that the product that only does like three to four targets and then there's a product that does like 100 targets and ours is positioned in the middle which is sort of like what we think is the market sweet spot so when you're saying your product's smaller you're comparing with the one that does 100 and when you say your product product targets more you're comparing with the one that does three no, actually in our case we're smaller than all of the products right now OK, so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hat's the secret sauce? we have a special mechanical process that we spend a long time perfecting and this allows us to do several types of extraction with one type of mechanical system that's the answer you should give if you have a very special secret weapon that's your secret sauce yes so the the truth because this thing is very technology intensive so because from your team I can't se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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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which 你的那些技術的部分 所以可能稍微解釋一下下 你背後應該背後 還有一些非常 research 或是 technology 的 team 在那邊幫助你們 所以可不可以大概說一下 滿足一下好奇心 我們其實這陣子都有 跟陽明大學這邊在合作 然後團隊上也有非常 就是豐富經驗的 IVD 跟 PCR 專家 這個技術也蠻成熟 我們要做的過程是把它自動化 所以目標很明確 那過程當然是有一個開發的過程 那我們相信一定可以做到 這個完整的自動化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簡報還可以吧 就按照練習跟計劃的方式進行 但是可能 Q&A 比較緊張 然後沒有回答的特別的道點 我覺得豐富表現很好 主要是要這樣 因為他平常比較少講中文嘛 我當然會有時候可能沒有那麼順 但是我覺得就表達到一些重要的 這個 point 就可以了 評審最重要的 feedback 是 他們認為說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展示說 我們這個技術能不能真的呈現跟做到 那這也是一個好問題 當然我們覺得沒問題 但是在溝通上 你怎麼在很快的時間去表達你的技術的所有的重點 在幾句話之內 其實 有點難度 我們團隊是在中國 美國 跟歐洲 我們都得過穿越冠軍 但我們比較遺憾就是還沒在台灣得過 所以 因為新船而言 你要快速擴展 我們已經進到快速擴張的時間 所以你要可能要快速募資 那這募資是你可能要很快的找到錢 然後這個錢要燒兌 然後也要下一組再生意減少 因為當然我們對這個 不管是專利保護啊 或者是你們怎麼去操作 其實我們算是蠻有機會的 好 接下來是我們下一組 presentation 歡迎 BD Mobile 評審 觀眾 大家好 我們是 BD Mobile 然後巨樣移動 我們的產品是透過AI技術 去幫助新船而疾病的 做預測 判讀 語局 資料生成 我們可以看到說 人到醫院做20小時心電圖 它大概一天產生是20萬筆的 heartbeat 然後一個禮拜大概100萬筆 而新藥開發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心育不整的副作用 這些副作用會造成 這些新藥開發的延後上市 或者比較下市 對它們是巨大的損失 而在醫院裡面做一次這樣的Case 大概要40分鐘 透過我們是一個全自動 全數位化的工作流程 它只要4分鐘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們大幅大概提升了90%的醫院的效率 以及產能 總結我們產品有四大優勢 第一個我們是SARS的服務 所以使用者他不需要download任何的軟體 就可以使用我們的服務 第二個是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一款 可以相容於各種device 不管是鴻海 台幻大 或者是Apple Watch 我們都可以支援 然後第三個 我們剛剛上夜已經所提到的 我們可以提升醫院90%的產能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們已經通過FDA SARPARTY的驗證 我們有機會在明年初取得 世界第一個通過FDA的醫療 純醫療以來的產品 而我們的產品有三大優點 第一個是我們比傳統的方式 大概只有10分之一不到 然後我們的運算效率比較快 所以我們可以幫助醫院提升 我們有2.5倍的產能 這樣的基礎是依據在醫學中心做臨床trial 然後用FDA的檜案所揚測出來 它具有高的公信力 所以基於這樣的data 我們跟北美 歐洲主要的競爭者相比 我們有三大優勢 第一個我們的臨床試驗的結果是比較準確的 然後我們可以同時分析20種data 然後我們處理的時間只有4分鐘 最後我們團隊在美國 中國 以及歐洲都得過參與冠軍 然後我們唯一遺憾是在台灣還沒得過 然後再來是我們在FDA 我們預計在明年初可以有FDA 我們希望在兩年後可以上市 好 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來 我們接下來五分鐘請評審開始問答 好 我因為家學院的關係 知道一些關於這個 心血管疾病的產業 那我們都知道AI在這方面 也就是要減少Type 1 Type 2 Era這邊 要減少的話 最重要的是這個數據的來源 跟數據的品質 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 你怎麼樣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所以以至於你可以比歐洲 歐美的領先的企業都還要做得好 因為大部分的醫療AI團都是醫生所組成的 然後我們是一個混合的模式 就是我們有 我另外的同學他是台大醫科畢業 然後我是電機的 所以我們還有志工 所以我們做電機的人比較知道 如何去處理這些生理的訊號 像我以前在業界的時候 曾經幫過Apple Watch 做過裡面的生神 所以我對裡面的處理Noise是非常熟悉的 就剛才提到 從在台大開始就開始做相關研究 所以大概經歷了快20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對這個 我們know how在處理這個Noise 然後我們有兩個核心專利 一個是在保護我們的AI的架構 我們架構是如何去 Covation這個AI model 另外就是我們把這些參數設為營業秘密 這樣的方式就是說 對手不容易直接抄襲 所以我可以歸解你是有20年經驗的資料清道夫 然後因此可以有辦法把資料清洗得乾淨 做出這麼好的model 是 恭喜你 謝謝 very good 來 還有沒有其他任何問題 你把參數設成營業秘密 這真的很少聽到 對 很棒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idea 對 對 純粹是鼓勵你 好 謝謝 好幾年沒有peach 所以因為Covid之後就很少人出去發表 所以就變成緊張時間 覺得比較大問題 我不是主講者 然後我就眼睜著看著他 哇 剩了快兩分鐘 竟然已經講完了 我就稍微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跟他說 欸 快點快點補 所以 欸 欸 喔 講太快 你還有一分 一分多 你的partner跟你講說 你講太快了 講太快 來來來 還有一分多的時間 其實 Jamie已經非常喜歡你的presentation 所以有特別在把重點的事情 但是我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盡力去做就好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的團隊公司 有機會進行前站 然後講進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我們把每個包括三模 或者是說我們的技術優勢或差異性 然後到過去我們也有相關的成功 就是的一些被收購的經驗 那我們團隊也滿完整的 所以我覺得是還滿有機會的 我其實是上過班 在大企業上過班 那是我會看到 喔 明明有更好的做法 然後為什麼不行 一問 才快步覺得太麻煩了 然後覺得 可是目標不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好嗎 然後怎麼會這樣綁手綁腳 所以我就發現說 可能我很不適合這件事情 就更確定我很喜歡新創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一股腦衝了 我完全沒有後悔 這是非常喜歡的過程 好 Project Hatcher 下一位presenter 歡迎 Go Sky OK In every business, loyal customer is the key for success That's why over 200 brands like Mercedes-Benz and Pizza Hut are using Go Sky to create billions of repeatable sales opportunities Hi, I'm Fei Zhang, co-founder and CEO of Go Sky You see, the problem today is the most companies want to solve loyalty through a standalone app However, people hate downloading apps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downloaded a loyalty app? What if you could engage with your customer through the app they already spent three hours every day on like Instagram, WhatsApp, Line So, Go Sky will provide business with a fast, no-call way to run a loyalty app on any social and messaging platform to drive sales and loyalty Our clients love us because we increase their revenue by 2x The best part, no download required for you and me So, here's a quick demo So, for the enterprise, they just upload the logo and choose the color, boom In seconds, they don't need to coding and they create their loyalty app And for consumer, they go to the store and just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the link on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y can join it in seconds So,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a global needs So, we already have users in the North America South Asia and Taiwan So, the last part, I want to share some showcase in Mandarin of how Taiwanese enterprise is using our product So, at the end of this episode, I found very interesting So, there's a lot of customers So, there's a lot of customers There's a lot of customers They also have a free ride Disney Plus for our customers We also have a free, a few days On the same time, there's a lot of customers We're all in the network We have lots of companies 一些行程啊或者是上风啊等等这些 但当下你没办法马上决定 因为还要看我有没有假期啊等等的 所以这时候可能会马上去下载这个 App 但是透过我们的合作我们的产品 他就可以对这些 Fans 去发送最新的当季的旅游商品 给到消费者 那当然 Google 还不是我们的客户 希望有一天是 但我们是 Google 客户 所有这些方便的这些应用 其实我们都是透过 GCP 来运作 那如果大家对这样子的体验有兴趣 就是欢迎多多来了解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打造 这个在全球是一个 No Code No Download 的全球体验 谢谢 谢谢 好 非常好 Anyway 好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 让给我们的宾审委员们了 有五分钟的 Q&A 我想了解一下说从你现在的理解 你觉得你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OK 我觉得分两块 就是第一块是比较在这个创业过程的 第二块是比较这个 Product 在世界上拓展的 那第一块我觉得个人的区块其实 这个创业中真的是太多学习了 所以每天就在定义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然后逐渐发现只有学习力 还有提问问对的问题 这件事情超级重要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是在 Go To Market 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像尤其在美国 就扫码也开始了 尤其是疫情过后 那像这样的机会我们想要去抓住 但是国际拓展必定有很多挑战的地方 所以他其实都要有当初重新创业第一天的感觉 就是重新投入那个市场 然后去跟那个市场的 Talent 去学习 怎么去 Conquer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方面的挑战 因为这方面的 solution 其实蛮多的 你如何去 Differentiate 跟其他的竞争者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你台湾上肯定不够大 那你要拖到海外市场的时候 就会有面对不同的这个 所使用的 SMS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微信的部分 那你在技术端 有遇到怎么样的困难跟挑战 在整合这些所有的这些 SMS 的 所以其实就我们就是 因为中国这个事情做太完整 所以WeChat我们完全不碰 然后已经这些题目的 Startup 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 好几个 那所以我们就是当初发现说 怎么没有在Instagram这样做的 WhatsApp这样做 其实还蛮亚洲的做法 然后我们才开始尝试去 把这样的东西做在这些 就是其他市场常用的通讯软件上 所以很关键的其实是 运用这些技术 你到底要做什么product 解决什么样场景的问题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其实你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问一个比较直接一点的问题 那你需要 What do you need 你已经有一个完整的 business model 一个product了 已经有数百个客户了 What do you need from them 我觉得三件事总共 第一个是 这个奖金挺不错的嘛 是蛮实际的 因为创业前辈都说股份是最贵的 这个不用分股份 好像不错 第二个的话是资源有限 其实新创每一个可以争取曝光的机会 刚好这阵子刚好有在台湾 所以非常想来参加 然后帮公司多争取一些曝光 行销听的同事也蛮开心的这样子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知识 其实我现在走到大概 Pre-A round的区间 那我根本没看过后面的风景 所以更不知道那些挑战跟坑是什么 那希望可以跟前辈们学习 其实这个次的第一关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第一关是打散 这些创业家重新再创一个题目 那我们都在创业路上 很少这样的机会 再去做一个新的事情 没有这个时间 然后可以跟这些talent一起共识 解决问题 这就是最会解决问题的一群人 共识其实蛮爽快的 所以我非常enjoy 这个第一关的设计这样子 好 谢谢GoSky Thank you Good luck 谢谢你 其实我在上面有点感受不到 然后所以我现在有问 大家是说9或9.5这样 然后我就那就好 反正他们应该是吹捧了 自己觉得其实也很困难在 比如说这么短的比赛期间 然后进化多少 所以我觉得那是平常团队 然后平常累积 所以更重要的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平常性的状态去发挥 这样子 然后就尽可能把自己准备的发挥出来 对 我创业到现在已经9年了 就是迈入第10年 确实10年摩一件事蛮辛苦的 但正是因为我们非常认可 围棋可以带给大众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我们非常相信 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扩大整个围棋产业 甚至改变整个围棋产业 然后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他们可以享受像围棋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乐趣 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下一组presenter 围棋人科技 Go or Tech 如果你想要练身体 你可能会去健身房 但如果你想要练脑袋 你会做什么呢 我们的答案是下围棋 各位评审大家好 我是围棋人科技的Founder叶玉勋 围棋人科技成立于2014年 而我们的核心团队是有一群 围棋的众对爱好者所组成 我本身是围棋的业余最高段位 我们的CEO林志涵 职业九段 曾经是台湾围棋的第一人 同时也是连续创业者 黑家家 我们的品牌创办人 目前是全世界最知名的职业骑士 同时也是世界公认的围棋女神 自带流量 YOYO 我们的行销长 拥有非常丰富的行销经验 曾经打造过 营收过亿的线上课程 Henry 我们的课程长 是目前台湾最大的连锁棋院的CEO 我们的目标呢 是要成为围棋界的chess.com 成为围棋界的霸主 而且more than chess.com 为什么是我们呢 事实上我们从早在七年前 就开始打造以AI为核心的线上围棋学习平台 我们的全部的品项有超过百万的注册用户 同时呢 在过程中 我们也曾经帮网易这样子的大厂 打造他们的 丛林打造他们的学习系统 帮助他们成为China No.1 从两年前开始 我们正式转型2C 打造我们的自由品牌 目前已经成为台湾No.1 而且已经有超过两万的付费学员 我们的核心技术呢 是我们拥有全球最懂教育的围棋AI 怎么说呢 在AlphaGo开源以来 现在行业内 如果要做一个比人类世界冠军更强的AI 其实是非常的容易的 但是反而是 如何让AI变得更弱更上人 才是行业的痛点 而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甚至我们的AI可以达到1000个等级 让所有的AI 让所有的用户可以在任何的学习的情境 找到他最适合的自己的等级的对手 同时呢 我们的AI还可以去解释为什么 这个正是像AlphaGo这样子的 Deep Learning的AI 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黑盒子 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 我们在教育的围棋AI领域 我们已经是全球No.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围棋行业的TOEFL 或者像YAMAHA 检定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而且我们已经在台湾 香港 美国 已经正在开展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已经有超过3000名的检定用户 我们的全球战略呢 是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全球的围棋产业生态系 在过去的一年内 我们已经成功的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围棋YouTube频道 同时呢 我们也将在半年以后 我们会正式推出黑家加围棋教室的实体加盟的这个商业模式 我们相信 基于上述的战略 以及我们极高的护城河 在资本的加速之下 我们可以达到200%的3-year CAGR 我们拥有最好的团队 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产品 以及最好的IP流量 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在座的最好的投资人 和我们一起打造全世界最好的围棋产业生态系 我是维棋人科技的Founder 叶玉勋 谢谢大家 那其中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的亮点 就是你们有一个黑家加 这个应该是不只是维棋界的女神 她基本上也是有大众的一个知名度 她是一个代言人的身份吗 还是要在你们团队扮演什么样的身份 怎么样确定黑家加会持续的在你这个团队 帮助你这个团队越来越成功呢 OK 谢谢Jamie的提问 那事实上呢 加加其实是我们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 那加加其实她因为她是围棋女神的身份 然后她一直都非常希望可以推广围棋 所以她早在七年多前的时候 就已经投资入股加入我们团队 而且也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之一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曝光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同时让围棋来进行一个曝光 然后可以更好地去进行这个整个产业的滚动 这样子 我应该会给自己80分吧 就是我觉得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有讲到 那只是在QA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讲得更好 其实我们非常引以为豪的这个AI技术 就是连AlphaGo都没有办法解开的这个黑盒子 我们可以去解释这个原因给不同的程度的学员听 都没有聊到这些算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讯众对我来讲其实他比较 他就是比较接近是一个发明 他其实是在这个创造一个新的价值 然后发明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来帮助人的生活更好 所以他和一般的创业是蛮不同的 所以技术角度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其实应该就是Kevin 因为他本身就是设计师嘛 所以他可以说是我们计划开始出席 他主要我们Domain Know How的来源 然后他带出整个设计师设计的需求 带我们去接触很多不同的设计师 然后把这些需求混击在一起 最终做出我们的平台了 Dot Brand 欢迎他们 大家好 我们是Dot Brand 然后我们是专门为创意产业打造的AI助力 大家有没有经验 各位大家在现场有没有经验 就是跟设计师合作的经验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 我叫Kevin 然后我本身是有13年经验的品牌设计师 那我发现到在我职案的过程中间 70%的时间都花在沟通 非常的没有效率 然后只有30%的时间是在做设计 所以基本上 这是整个传统的设计的过程 我们从货客开始 然后到签约 然后到报价等等 这是一连串非常农长的过程 但是透过Dot Brand 我们可以省下一半的时间 所以Dot Brand是一个AI助力 专门为创意产业打造的 我们从设计产业开始 然后透过问卷系统 我们帮设计师生成设计建议 并且自动化从合约 把他们收款 然后到设计提案 整个自动化的流程 这是我们现在的产品 已经上线了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问卷系统 我们和其他的问卷系统 最大的不同 是我们有许多的图像 然后可以帮助设计师 能够在开始设计之前 就能够了解 他们业主想要的设计方向 那在未来 我们想要打造的 其实是一整个workflow 一个自动化的工作流程 帮助设计师从一开始 获得业主的资讯 然后生成设计建议 然后生成contract合约 然后并且帮助设计师收费 到最后设计的提案简报 整个创意产业 它的market share非常大的 是一共有1242亿美元 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 要focusSOM 是3亿4500万美元的市场 那我们从今年3月开始 beta版开始 我们每一周 WOW是5%成长 那那些是属于freelancer的部分 是属于比较偏c的部分 那我们最近 我们开始要再加重 是在B2B的部分 我们在韩国 还有台湾 都有许多的设计公司 还有一些设计学院 都愿意来跟我们合作 那我们竞争对手 其实基本上就是 现在市面上 你们看看到的问卷系统 但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 我们会透过问卷 生成建议 然后并且 我们会自动化整个工作流程 OK 所以我们的商业模式 是属于订阅制 并且 我们会生成一个工作链 也就是一个workflow 这是一个线 那到最后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就是整个媒合的平台 就是一个面 我们希望从点 线 面 能够完整地满足 整个创业产业 全世界创业产业 这是我们的团队 我是CEO William是我们的CTO 有11年的整个AI的经验 然后我们有许多 在产业上创业 或者是创业 产业上面资深的顾问 我们在全世界 也帮助了许许多多设计师 能够帮助他们 省下他们的时间 能够接更多的案子 赚更多的钱 最后我邀请你 一起加入Dart Brand Let designers design and leave the rest to Dart Brand 刚才你有提到 你要从比较C端 要到B端 就是给企业的 这个偷偷的solution 但因为我看到 你的订阅的方案里面 最多是到六个人 所以你是想 针对比较小微的企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在你的那个 Current Traction的这一页 你有提到 就是Active User 跟Sign Up的这个数字 方便知道你的 那个Conversion Rate 就是说实际上 这些人真正有变成 你的订阅用户的比例 是什么 的确我们现在 因为大部分的设计产业 其实大部分的规格 大概人数 大概就是 between 5人左右 大概5人左右 这是最多的 那我们会先 在这一块 然后先打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设计公司 也是非常 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Kevin你好 我是Google Tina 因为设计的流程上 你们在做 上下游整合这块的话 你们要怎么确保 你们在这件事情上 是有独家的竞争优势 如何跟上下游整合 然后能够去差异化 你们的价值主张 整个价值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为所有 因为我毕竟 我过去有很多设计经验 然后并且我们的 很多的顾问 都是资深的设计师 所以我们其实是 可以为很多的资讯 在训练我们的AI 然后让它可以有更好的 为我们的设计师 或使用者有更好的 客制化的一些建议和服务 还不错 我觉得就是在 Presentation的时候 还蛮顺的这样子 然后至少我们产品的一些要点 在提问的时候都有提到 他们主要是问问题 那问的话主要是 比如说怎么样提高 Conversion Rate 因为我相信他们应该也都知道 因为B2C产品的 Conversion Rate 本来就会比较低 然后他们对于 整个Workflow 能够带出 为设计师 或是为创业人士 带出什么样的价值 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在这一次比赛 可以竞技前赛 能够这样 可以啊 当然可以 我觉得新创就是 要聚集一些 就是大家很有热忱的人 这样 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其实真的就一句话 就是一个 为人类更好生活的大冒险 未必是一定要 接触最新的技术 但是要带着 怎么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个 为一个初衷去努力 你努力做就对了 你会不会成功 是注定的 但你就努力做 你努力做绝对不会饿死 对 所以对我来讲 新创就是 就是努力做 Demokratize 欢迎他们 人的基本需求 食 衣 住 行 随着科技的进步 日性月异 然而服装 由于产业结构 及人们的消费习惯 在整个产销模式上 始终保持传统 因此背负许多 负面的代名词 小部分追求永续 以及独特的品牌 也因为昂贵 小众 没有办法普及 服装产业 难道没有新的选择了吗 大家好 我们是DMKTZ Demokratize 我是Jack 我是Rick 接下来我们将为各位介绍 我们新的虚实 时尚服装创作平台 Demokratize 随着社群媒体的兴起 年轻的Millennial 以及Z世代 他们追求个人化 以及自我价值 对时尚品的需求大增 这也推升了 Direct to Consumer Fashion的市场 今年将来到 2300亿美元的产值 而这群年轻的族群 他们更是数位原生的世代 早就习惯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拥有代表自己的数位分身 勇敢穿搭 展现自我 在游戏里的虚拟服装 去年也来到了500亿美元的规模 各位相信吗 这位18岁的少年 在元宇宙里面 销售自己设计的虚拟服装 替个人带进了 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面对这2800亿庞大的商机 我们思考着 我们如何去Empower 更多的创作者 可以像这位少年一样 在实体以及虚拟的世界里 自由创作建立自己专属的品牌呢 然而要自意地去发挥自己的时尚创业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你必须懂得如何做服装设计以及打版专业 如果你想要卖到实体市场 你还必须去处理 复杂的生产供应链 预先投入大量的成本去制作采购 备料 那如果你要进军到虚拟世界里面呢 除了你要具备服装知识之外 你还必须懂得操作3D软体 具备一定的3D技术能力 因此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Demokratize虚实服装设计创作平台 我们拥有多样性的服装模板 以及多样部的布料资料库 让你不需要操作复杂的3D软体 只要打开浏览器 三分钟就能创作出像这一件 Project Hatcher的虚实服装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将协助你 将你的collections发布到 不同的虚拟元宇宙及游戏的服装市集里面 按照不同虚拟人物的身形 自动变版 自动转换格式 让一个原本需要80个小时 专业人才操作的流程 简短到仅需要数分钟就能完成 如果你也想将你的服装泛到实体通路上的话 我们会帮你建立一个一页式的商品销售业 让你透过社群媒体分享销售 在订单成立后 我们自动串接工厂将您生产将您出货 这是一个全新的服装生态平台 我们除了让你简单的建立自己的服装 以及品牌之外 大家注意到了吗 在卖出一件实际商品之前 没有任何的库存 没有任何的投入 也没有任何的资源浪费 这就是Democratize想提供给各位的一个 时尚服装新选择 虽然Democratize正在Beta公测的阶段 但是我们的努力已经开始看到成果了 我们参加了美国知名元宇宙的举办的项目 一举拿下了冠军 与四个元宇宙以及游戏项目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提供了他们创作者的工具 另外我们正与三个大的消费品牌合作 协助他们进军虚拟时尚的市场 此外我们也是Nike旗下与春上荣一家合作 CloneX社群的官方认可创作者工具 这代表着我们的潜力及远景已经获得了国际创作者的认可 我们不是创业新手Democratize团队累积多年的合作默契 手握十个专利技术 并提供多年B2B数位化服务给数百家服装仿制业者 包含LVMH以及H&M集团协助他们进行数位化转型 未来数十年是一个横跨虚实时代的年代 我们Democratize是一个横跨虚实时代的年代 拥有着庞大的相机 我们希望携手各位一同迈向YouTube的创作年代 谢谢 谢谢 非常精彩的presentation 终于有看到有一对不是唱独角戏 所以在这边先鼓励 相信你们团队感情蛮好的 可以互相分工 因为创业路都很辛苦 一定要有好的伙伴才可以走得比较长 我这边到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我看你的简报里面 其实主要大概 我想你们的Bizmodel大概分会有三个部分 当然一个是你们的Design Studio的软体 必须要做得非常好 然后在Web3能够大家来使用 当然另外就是你必须要BD 就是要开发你的客户 然后可能刚才也有提到 你供应链的部分 你们觉得你们的自身关键会是在哪一个部分 还是三个都很强 当然是一定的 但anyway你们觉得哪一个会是你们最自身 我们绝对最强大的是我们的3D基础 所以我们在这块上面累积了非常多的专利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Design Studio这个SaaS里面 其实就是展现我们充分让所有的设计人才上来之后 可以感受到一个很高度的自动化 以及我们帮他take care掉 不需要去处理那些复杂的3D程序 那创接到生产工业内在我们自己的finance model里面看到了 其实我们过去八年在做B2B的开发的时候 它是一个需要开发洲级满场的 然后在做数位化过程 其实不是每一个stakeholder都可以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 当然疫情后已经有一个蛮大的改变 那所以我们也是心情的说 我们怎么样让一样的技术 让更多的创作者join 那成为一个类似YouTube 它可以to be 它可以to see 让更多的fashion creator 他们可以很快的把他们的设计商用化 然后卖到不同的市场 所以跟Web3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 它就是一个数位的3D 只是它在元宇宙里面可以被穿戴 而那是一个未来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蛮大的趋势 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时尚设计师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表现不错 因为我们其实也演练了无数回忍 那你能做什么 超紧张 因为有时间限制 所以你的阴阳论措 你的字数都要控制得非常得力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我紧张的感觉来自于我们演练是为了 我想要让那个talk可以用字很精准 在我要的节奏上 那还是出包了 你刚才有出包? 我就有卡住赤螺丝啊 最后我想要一个很帅的ending没有出来 我们demartize 尤其 我其实一直很欣赏像美国那样的环境 敢做梦 大家敢去赌 赌中了就很大 那相对台湾这边可能比较保守 那可能跟我们的背景环境有还 代工思维 我们就会最喜欢问的是你毛利有多少 那你现有市场规模有多少 可是假设你问之前的jobs sleep jobs iPhone市场范围有多少 他回答一个你也不会相信 对所以 所以我一直很欣赏这种 我认为新创就是要敢做梦 敢去想 Space Capsule 嗨 大家好 我是J 洪佳姐Space Capsule创办人 我们的题目呢是Motion Capture的Fabric 应用在高浮球领域 好 有一天呢 我和我们志愿球技高超的技术长 Anderson一起去打球 Anderson非常有自信的 用力的在球场上挥击 球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直接出界了 这个时候他就在想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是哪里动作做不对吗 要是有科技的辅助有多好 那我们就开始纳闷啊 其实 现在这个Data is Go的时代 数据应用无所不在 为什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在用科技的辅助呢 这明明就是也有一个 超级大的市场潜力啊 所以我们就开始分析 市场上的这些方案 那我们归纳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 太复杂 第二个太尴尬 所谓太复杂是指 我们其实很难在每次骑球前 都先去驾车设备 那太尴尬呢 大概我们也不好意思 穿着相机来这样子 让我们来示范一下有多尴尬 让我们来示范一下有多尴尬 哇哦 嗯 就是这么尴尬 其实我们今天有状况 就是 我们本来带的 道具Gacy 忘记带了 然后是在最后上场前的 大概半个小时才发现 那根本来不及回去拿 所以我们刚刚非常临时的 去跟工作单位借了这个 然后我们就在乱产 然后又用双面胶临时粘 所以刚刚本来setting好的 完全都打乱掉了 其实这样的solution 适合用在运动实验室 那可是其实真正大的市场 应该是在我们平常运动的场所才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 虽然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但是我们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提到solution呢 就是让我从我现在身上这样 变成这样 请看我们的demo 我们同人穿的外套呢 以及运动裤 以及我们现场呢 的衬衫 其实衬衫卡级裤 就是我们solution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正确及时 不受干扰的3D动作资料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资料 来做很多的数据分析 当衣服不是紧张在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像红色人偶 那透过我们的算法 就会变成金色人偶 而且更棒的是 这完全不需要校正哦 穿上它 剩下交给我们就对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平衡 在这个实验室的 这个high data driven 以及及时的3D影像 和这个私人教练的 这个客制化教学服务 我们会先从100竿以上的 爱好者下手 这占整个市场氛围的60% 那我们会提供他们呢 旋转平面的稳定 轴的平衡 以及旋转速度 帮助他们 急求又直又远 只要急求又远 不出界 这样分数就进步得很快 好 那目前呢 有100个试用者 那我们预计在明年 会有非常快速的成长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哦 哦哦哦 哦 喂 我忘记了 有一个新鲜 一新鲜 从我的经历 有两种东西的 赛造成章 第一是 救命 第二是 救命 我觉得这一次 有参加 Google Hatch 其实 其实 quality都还蛮好的 就是 稍微听到他们在练习啊 我覺得都是蠻有experience的 然後也想得蠻清楚的 coherence 因為他們在業界都生根很久 他們的domino號然後他們的depth 應該都是蠻真的 UB 感覺他present得很好 然後回想也蠻大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他應該還蠻有機會 我其實會想評給比較少見的題目 如果是我的話 維其人我已經加分 整個跟大家思維不一樣的才有機會 BD 他們做了AI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是一個很帥的原因 他們把所有的櫃子都剩下 它是AI的 現在很流行 它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生命的地方 所以我其實是 在他們封面的尊敬 至少要獲勝三位 很緊張 好幾天都沒辦法睡覺 QA 就是很順 很很少玩這樣子的遊戲 從他們的問題 我可以看到他們 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第一名五百 第二名三百 第三名兩百這樣 在這無足無為的團隊裡面 我們會表明今天的前三名 那這三個團隊可以帶走總共 一千萬元的獎金 第一名得獎的是